如果看到数据比4月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反弹 恒指是不是有力尝试100天线 是的,其实现在看到5月份初步的PMI 各方面数据上没有预期中那么差 这个我想短线来说是好事 但是如果短期来说试100天线 100天线都还好的 现在100天线大约在22100左右 22200左右这些水平 短期来说所谓的短期一个星期左右 要挑战这些位置不是真的完全无可能 因为你看到图表上面 站在50天线就应该是试那些位置 但问题就是有没有条件突破了100天线 甚至4月头的高位就是22500不再向上 港股又似乎未去到这么强的星势 因为问题就是内地现在有一系列的旧市政策 但是这些政策是不是见成效 其实还是处于一个question mark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在做部署上面 这些位置应该看好一点 始终不同就是分别就是内地的经济前景 都是不乐观的了 讲一句但问题的好处就是 纯粹过去两年跌了比较多 现在的股值水平叫做比较宽 一个地方的股值就叫做比较宽 一个叫做比较宽 所以导致有两地的走势差异在这里 但问题就是过去两个月 很多时候经常见到 当美股跌得很厉害的时候 中港两地股市 或者不是针对中港两地股市 新兴市场永远都有这个后病在这里 总会有一些班资回潮的状况 在资金流出 都一样要挨沽 所以我觉得暂时你要搏行指 行一个单边升市 机会不大 纯粹就是行一个上落range的格局 但如果你看上落range的格局 可能两万点至两万二左右这些位置上落 现在偏中间偏上位置 再去追 空间的确是不够的 但记住经常说升跌不是买50-50 现在短线是有上升势的 所以我觉得短线的部署 我们会建议以50天线来做止涉 看上的话都可以的 是的 看到近日 其实譬如摩通或者高盛 都看好中海股 你觉得刚才你的说法 你都不是很认同他们的看法 你觉得都是range trading 就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我又不是我只是看好中概股 但是问题是看好中概股 和富美等于突然间 阿里巴巴要看150元 是两样东西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你炒range trading是指数的 是 指数上因为始终会有其他东西拖累 但是带动指数做得好 这段时间亦都在说中概股 是其中一个盛市共识来的 但是中概股未来上升趋发 其实业绩的出道是出800 大致上普遍都OK的 因为市场预期预期比较低 股值亦都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但是的确有部分中概股 升了不少 譬如以外面 即我们还没说美团业绩 但是其实你看美团的股价 只是说从今年低位到现在 差不多升了六十几七十个百分比较 当然对比高位下跌下来的时候 这个反弹还没不足到 图表也不是特别英俊的图 但你始终要面对的确有些人 可能是100-100-200元的位置买美团 骂完之后 现在有很多利润在手 短线越高 估压就自然会越多 所以短线 突然间我觉得这些科技股 又要大幅再在这个空间上 向上调整 即向上提升 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所以跟刚刚讲的 Statement很相似 指数会有机会升市 100天是有机会的 但是再上了 暂时来讲 真的似乎缺乏一些常性趋势化制 但是中概股 即针对个别的办法好一点的 你中概股始终说中美两地的会计审计 那些利好消息都没浮现出来 那么如果这些位置买博 这些东西就多升一阵了 但这方面是很难的 因为涉及很多政治因素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出 也不知道会不会出 就是有少少一厢情愿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 走去最中概股 或者简单一点这么说 买科技指数 我就觉得老实说 不是特别划算的 因为已经升了很多想力 但是如果没有信心 但都没有这些位置走去走胆 我会这么说